随着新冠疫情逐渐解封,由市议员王毅雄发起的高雄市原住民议员杯慢速累球锦标赛,延至本周六日两天开打。 在阳阳下的大平顶运动公园累球场上,大家尽情挥棒、呐喊、找回手感。 副议长陆鼠美也到场观赛,鼓励民众多多从事户外运动。 在阳光普照的好天气下,原住民青年正在大平顶运动公园的累球场上打累球。 投手一投球,打者挥棒打击后,立刻网易雷猛抽。 不管是投球打击还是手臂,每个人的手感都渐渐回来了。 有啊,有安打,真的有,有一只。 比赛的时候都要这种的天气。 好像很爽啊,所以请大家多多的运动,运动,流汗比较好。 我投一投的还可以啦。 游市议员王毅雄发行的高雄市原住民议员杯慢速累球锦标赛, 原本今年四月要举办第二届,不过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被迫延期。 如今疫情趋缓逐渐解封,才在六月十三十四这两天举办。 为什么这个疫情到现在都还没有解除? 我说不急,这个是中央的一些的规定。 那我就跟那边讲说,没有关系,今天是天气非常晴然。 我说你们,我们今天办这个活动,大家也是解闷。 闷了很久了,他们也很高兴。 我们王毅元有这样的一个方向跟目标, 把我们最喜欢打球的原住民召集起来, 那作为我们挥洒空间的一个最好的机会, 我们希望今天能够展现我们的实力。 疫情期间,大家都闷坏了, 尤其热爱户外活动的原住民族人, 真的是忍受很久。 而这一场原住民议员杯慢速垒球锦标赛, 刚好让原住民朋友透透气。 副议长陆淑美也特地前来观赛, 和原住民朋友同乐, 也鼓励大家趁着周休假日的好天气, 多到户外活动。 那王毅元本身, 他也是我们议会的累球队的那个, 等于是他带领的大家, 他也算是队长之一啊, 那我觉得刚好新冠状肺炎, 慢慢在解封, 那趁这个时间, 让大家好好有一个花灰运动, 然后大家也好好的欢乐一下, 我感到非常的开心。 这场高雄市原住民议员杯慢速垒球锦标赛, 共有21支原住民垒球队伍参加, 大家抛开疫情的束缚, 尽情挥洒汗水迎向阳光, 也迎向美好人生。 记者李正道来城邦高雄报道。